特斯拉OTA升级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当车机屏幕右上角出现橘色向下的箭头时 就说明我们的车机软件有新版本可以更新了 特斯拉自带的流量卡是无法下载的 需要连接WiFi才可以下载 一般开启手机热点 或者去特斯拉超充充电时连接WiFi都可以下载 如果想每次第一时间收到升级推送 可以在软件设置里面把软件更新偏好设置为高级 这样如果有新的软件版本 就会优先推送给你 当软件下载完毕后 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用车时间选择安装 一般建议预约在非用车时间 如果想全程感受一下软件安装流程 直接点击立即安装就可以 在两分钟倒计时的时候 双击倒计时可以直接启动安装 在车内等待软件安装更新的时候 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升级的过程中不要随意的去运气车窗或车门 因为车机在升级过程中 车辆会出现间歇性的断电情况 车内的部分功能无法正常运行 而在此时开关车门 很容易导致车窗玻璃破损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二 在升级的过程中 车辆的底盘会出现很明显的咚咚声 这也属于正常情况 不用担心 第三 车机在升级的过程中 中控大屏会出现多次黑屏 时间可能会较长 此时一定不要手动去重启车机 在车内也不要去做过多的其他动作 只需要做到耐心等待即可 最后一点 车机在安装软件的过程中 无法使用车辆的 而且整个升级过程完成的时间 大概在40分钟左右 建议大家在下班到家后停好车辆 选择预约升级 锁闭车辆后回家就行了 以上就是特撒OT升级的全部流程 以及升级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老规矩 哪里还有问题 评论区见